我回到繼續跟Cami聊天 Cami 作為一間2017年成立的Start-up 其實你未來看到澳門創科界 或者現在全球創科的風氣 趨勢等各方面 你會怎樣去計劃你們未來公司的業務方向 明白 我們主要專攻在AR領域和互動設計領域 你問我 我覺得AR其實未是一個特別爆發的時候 所以我們自己的規劃就是在這個階段 其實是更加應該做好自己的準備去面對接受發生的事 所以無論我們自己的團隊內部 其實在技術上持續有很多不同的研發 然後接下來我們其中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希望去招勒更多人才 特別是一些設計 技術 甚至是一些創意的策劃上 這些其實因為公司潮化時也希望有更多優秀的人加入我們團隊 其實現在公司目前的規模是怎樣的 我們主要有三個Founders 然後我自己是負責Sales & Marketing & Ideas 的部分 另外兩個partner分別就是Design & Tech 的部分 所以我們的Free Man Team 其實都足夠應付我們的工作量 但同時我們也有些part-time 和我們自己的一個團隊 有project的時候也會一起做 接下來我們也希望再在香港 或者剛剛提到廣州 去找更多的人加入我們團隊內 這是第二件事 第三件事其實就是希望 很希望我們可以做到更多的作品 到底其實AR這個技術是甚麼 或者是怎樣真的apply到這個market 在每一個industry 或者不同的client上面 其實我們現在這個階段 我們AR產業在市場上落地 需要面對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階段 所以我們希望Bara Studio 其實是一個做好作品的一間公司 真的每一個作品我們都希望用心去做 而不是我們做一個product 而apply到不同的東西 所以為何會有這個Tainer Made的一個business model 所以希望讓市場 即讓大家看到這麼多的作品 在我們這個階段想做的事 所以有需要可以找我們 未來有沒有想過去融資 找投資者支持 持續都會這樣想的 我自己的看法是我們這一刻 未是最需要融資的一個階段 因為我覺得融資其實是代表著 我們有一個很concrete的business model 以及很清晰的一個development stage 而這一刻我覺得我們不是未有 但是可以更加清晰 更加清晰的時候 更加紮實 我們當時那個階段再用資本去推動我們公司發展 才是更加好的一個timing 明白 其實現在澳門的創科的氛圍是如何呢 澳門其實是越來越好 譬如我們剛剛提到社政府和民間的社團 其實我們這班startup的人 其實自己偶爾會有一些圈子出現 即是有些community 有些出現 所以在這個環境之下 其實有資源 也有環境的時候 其實我們年輕人其實都很 我自己覺得都樂意去嘗試這件事 就是看一看 到底在這個過程中 可不可以投一個機會比賽 或者真的開公司或創業的時候 去迫運到自己的事業 或者將我們的能力 我們的技術 在市場上發揮得到呢 對於一些有意投身闖火的人 你們會有什麼建議呢 建議就不敢說 我們還是很年輕的一個團隊 但是我自己覺得 我自己很開心 因為可以在這兩年裡面 透過創業這個方式去認識自己 還有我想這個市場這個社會 認識到在座不同的朋友 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就是給我自己去一個個人的成長 真的 因為在這個過程中 我想透過創業去認識你的地方 其實是一個很快的 是一件事 就是可以很快速去認識到 社會不同的部分的運作 還有其實市場是怎樣的 或者自己在能力上面 或者個人上面其實有什麼優勢 或者有什麼天賦或者有什麼不足 在創業這個過程中 我自己也很感受到 其實我也有很多不同的不足 所以在這件事上 我自己覺得 其實年輕人都很值得 很值得用創業的方式去認識自己 所以我都鼓勵的 我都鼓勵大家去嘗試去創業 你也很謙虛 或者這個就是創業 一直走下去的一個精神 是的 希望是的 這個也希望我們可以 努力學習 是的 希望這個階段 去再吸收更多養分 讓我們自己在正確的時候 再發展你做 好 明白 很感謝今天CAMMY的分享 Thank you 我想大家都明白更多 有關澳門 香港各地的創科氛圍 好 多謝大家 下次再見 Bye Bye